翻開象徵性的繪本書頁 新北市五谷運動中心 從6月12號開始 開放為期兩週的試運運活動 這座位於周紫陽公園的 全新運動場館 外觀特地以當地沼澤區 常見的譚圖魚作為外型設計 並和繪本插畫家寶大山合作 打造出可愛又鬥趣的 公共藝術空間 五谷國民運動中心 是一個全國最可愛的運動中心 它結合我們的繪本立體化 以及裡面描述動物跟人之間的 運動的互動 讓我們國民運動中心 變得更有藝術 更能夠結合喜愛文化的好朋友 能夠在裡面運動 身為新北市第十五座 國民運動中心 這裡不只外型設計 別具巧思 運動設施也是一流 未來還將規劃 作為鐵人三項的訓練基地 那我們整個運動中心裡面 包含了一樓是我們的游泳池 二樓是健身房 三樓是我們的運律教室 再結合我們外面的公園綠地 我們希望營造出一個 親子共遊的一個概念 那未來其實我們也希望 這邊是一個鐵人三項的 一個運動基地 因為我們外面就是微風運河 微風運河常年都在 辦鐵人三項的比賽 所以未來這邊也會打造成 一個鐵人三項的一個運動基地 而為了防範新冠肺炎疫情 長官也特地引進了最新的紅外線 熱向儀系統 嚴格把關進場人員的健康狀況 讓每位前來的民眾 都能無後顧之優敵 盡情享受運動樂趣 外線新聞採訪報導